我是中国国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关于苏联王党王国30年研究 今天咱们说第九期 上期我跟各位说了 萨切尔夫人那时候还挺年轻的 头发还是黑的 老太太轻高采烈的 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戈尔巴乔夫这个人 被英国人调教过 准确的说英国人发现了这么一个人 英国人培养了这个人 英国人运用他们自己的直接的间接的各种手段 迂回的兜到弯的手段 最后侧应了这个人 帮助他进入到了英国人 期望他到达的指定位置 并且在这发挥了让英国人 美国人也满意的这么一个作用 这个信息重要不重要 太重要了 萨切尔夫人讲的很直接 而且是当着苏联人的面 就是后来的俄罗斯人的面讲的 因为苏联已经解体了 作为一个国家已经没有了 萨切尔夫人讲的是很得意的 萨切尔夫人说 原来一直想不到什么办法来把苏联弄垮 苏联在军事上对我们来说 他自己壮胆说 对我们没无所谓 经济上因为他资源丰富 而且铁板一块 不好弄 我们那时候想了各种办法 都没有办法把苏联搞垮 那个时候苏联政治长时间 政治形势保持稳定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陷入困境 不过我们很快得到情报说 苏联领导人去世之后 经过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 借助他 我们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 到现在为止 这事情过去了 现在又开30年了 我们现在不知道 我们帮助过的人 经过我们帮助的人 就是我们这边 戈尔巴乔夫先生 他到底经过什么帮助 到现在 英国军情五处没披露 西方之间没披露 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书房里摆着一大套 一大套 中国社会科学院编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编的 叫做美国中情局解密档案 那是从1949年开始 美国中情局关于中国的 所有的研判内部报告 都是解密了 这套书 我却所有的地中美关系 感兴趣的人 对美国有兴趣的人 对中国政治制度有兴趣的人 想通过美国人视角 回头看中国到底怎么样的人 我建议大家一定读这套 这套书我经常翻 我在这套书里面 在这套美国中情局的 那些呢 研究员写的报告 那一大堆的书里面 对我来说受益匪浅 我很可能是我们这条胡同里面 老头里面读美国中情局报告 读的最认真的人 有的我反复读 比方说台湾问题 大概的印象是几条 一 美国中情局对于中国问题的研究 那是真研究 第二 美国中情局对中国的研究 是不讲形式的 没有我们现在政府文件 跌创架屋 然后呢 上面抄 下面抄 层层抄 最后说一些套话 或者两头鸭 如果怎么样 如果怎么样 那等于要你这个报告干嘛 美国中情局的这个报告里边 都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的 非常简洁的 扼要的那种分析 所以美国中情局的这些写法 文风都值得学习 第三条 美国中情局这里边 不是说现在完全解密了 有的地方就没有解密 有的地方就涂掉了 谁说到处一定解密啊 那怪个儿巴乔夫这事解密了吗 英国人怎么帮助 戈尔巴乔夫谁见到解密了 谁知道英国人 就萨切尔夫人所说的 经过我们帮助的人 现在可能呢 到达指定的位置 能够继任最高领导人 解密了吗 没有啊 萨切尔夫人那次谈话当中 还特别得意说 这是我的专家智囊的评估意见 我周围啊 始终有一只很专业的苏联问题智囊 我也根据需要促进和吸引苏联境内 对我们有用的人过来移民 这话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从苏联招募间谍嘛 现在美国中情局也在招募间谍啊 美国中情局招募间谍 招募什么样的人 说汉语的 说普通话的 说广东话的 潮汕话讲得好的 了解中国情况 各种各样的人干嘛 专门成立一个针对中国的这个组织 为什么呀 现在中美关系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 美国人需要这样的人呢 当年 当年没英国军情无处 那就是萨西尔夫人手下那帮人就是这么干的 现在呢 美国对中国那比当年美国军情无处策反 戈尔巴乔夫 那工作更细致 那是美国的一号工程 对吧 戈尔巴乔夫怎么就被选中了呀 戈尔巴乔夫 何德何能 现在我认为对戈尔巴乔夫研究非常之不够 现在92岁了 这两天我看苏联解体30年 他还跑出来讲 说北约东阔 他讲那些不鲜不淡那个话 这个历史人物 中国公知曾经给了他非常高的评价 直到前几年戈尔巴乔夫过生日的时候 还有中国公知 有头有脸的 出来之后 说这个人对世界文明的贡献灯 戈尔巴乔夫是俄罗斯的罪人 是苏联的罪人 戈尔巴乔夫本身才气平平 他当年怎么着就能被选中呢 第一步 他怎么在共青坛口里边 然后呢 坐起来之后在边疆省 然后刷就调到莫斯科去了 怎么就进政治局了 这一步谁研究过 如果你有这方面资料 那给个链接 我们来读一读 我现在不知道 那后来英国人就怎么跟他接触呢 是通过老婆拉乔 还是他直接出国访问的时候 还是他周边的人渗透了他 还是怎么着 反正是根据萨切尔的直接说法 说我们的智男 对戈尔巴乔夫做了非常重要的人格鉴定 心理学意义上的人格鉴定 全面的分析政治素质 业务能力 然后人格特质 然后性格特质 评价是什么 不够谨慎 第一是不够谨慎 第二容易被诱导 第三极其爱好虚荣 第四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的精英关系也好 第五 我们帮助他 他有可能够到最高权力 五条加起来 就决定下家伙 首先诱补 其次用力 第三舍得砸钱 一招一事 一招一事 戈尔巴乔夫 输往了 戈尔巴乔夫如果是一条鱼的话 萨切尔就是一个老太太 钓鱼的一个老太太 就把戈尔巴乔夫给给调了 萨切尔说 专家智囊 中间围绕着一个问题争论 没确定要调着戈尔巴乔夫 因为当时叶利钦 叶利钦这个人也一直被人家盯着 那到底是推举叶利钦呢 叶利钦是俄罗斯共和国 一号酒鬼 胆大 威望很高 到底是推他 还是推戈尔巴乔夫 萨切尔说他们手下的人 意见不一致 后来怎么统一起来 而且不但意见不一致 而且非常激烈 分歧非常之大 叶利钦作为人民阵线的领导人 把他推进到最高思域 接下来成为这个领导人 和戈尔巴乔夫对抗 这事到底怎么弄 最后呢 智囊团呢 多数意见 叶利钦不行 还是把叶利钦下来吧 不用叶利钦 为什么 主要是考虑这个人的经历 和个性特点 经过多次接触 约定 后来他们的想法又有点变化 所有这些细节 都提示我们一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今天 在位的某些人物 一个一个都在人家 专题档案当中 人家专门研究你 专门研究你表态 专门研究你个性特点 专门研究你家亲戚在干啥 专门研究你家远方亲戚 你有没有成为一个影子古东 你曾经表示过的某种东西 比方说 有的人喜欢对西方记者说 我独立人格 我今天跟你们说实话 有些话不见得是很直接啊 我们很多人以为间谍就一定是公园里边拿个纸条去情报 然后那边来了一个人呢 两个人不见面把纸条拿走了 那是上个世纪50年代 上个世纪40年代 甚至30年代 谍报人员的工作方式 今天不用这个了 尤其是战略方面 人家寻找的对我们有利的那种战略合作对象 那你穿纸条干嘛呀 还丢手劲呢 人家就是要找你这个人 信仰是不是有一个环节不够坚定 祖上是不是对共产主义 由于出身的原因 有那么一个地方是一个黑障状态 个性上是不是喜欢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众人之上 是不是有讨好性人格 是不是关键时刻 有可能吐露出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来 等等等等 每个人都是这样被研究的呀 对吧 我说的可不光是俄罗斯啊 前台词你完全懂的 在1991年819事件这个时候 萨切尔直接说 819事件期间 我们也给予了叶利钦一极大的支持 注意啊 俄罗斯那个 在苏联那个时候 苏联解体那个时候 英国人支持 这边支持戈尔巴乔夫 而且长时间跟踪钓鱼 就像一个案子一样 最后最后已经送到这个位置 已经变成啊 苏联最高领导人了 但是呢 同样是英国人 这边呢 我们要支持叶利钦 当时知道吗 坦克车开过来了 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 两个人对决 就问天下 那个时候谁能想到 他们身后居然都是西方的影子 都有英国军情五处 这种支持 插个题外话 大家知道当年 中国军阀混战那时候 就是老蒋那时候 蒋庄说中国统一了 其实军阀根本就统一不了 大家都在那地方 说民国了 我们要民主了 不要皇上了 我们是要为万民造福了 但是呢 各路军阀背后都是帝国主义 甚至一个帝国主义 两头下注啊 苏联解体 背后有这么复杂的 直接就是军情五处 直接操控啊 后来这事就解密了 至少一部分解密了 萨切尔夫人说了 这样一来 事实上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了 不过在法律上还存在 说这话的时候 当时苏联还没有解体 还没有解体啊 事实上解体了 但法律上还存在 所以 萨切尔跟这些苏联人说 说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各位 不出一个月的时间 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 苏联解体的消息 事实果然证明 1991年12月8号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 乌克兰总统 还有呢 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 那舒适凯奇 分别在 几个地方签署了 关于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 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 就是我们所说的独联体 事实上表明 事项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苏联在事实上已经解体了 那这事发生和 萨切尔夫人那次著名的谈话 中间距离多少天 二十天 我非常详细的跟大家 专门讲解这一段 就是要告诉各位 苏联解体有外部原因的 这个内容 斯马南你根据什么说的 我根据李慎明统治的研究报告 李慎明什么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苏联解体三十年研究 李慎明这报告 这本书里面 把这段写得非常之详细 这段历史 你看了之后 你觉得不觉得 好被发凉啊 幼稚的戈尔巴乔夫 醉鬼叶利钦 那个时候肩负那么大的责任 但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 懵懵懂懂 稀里糊涂 酒精拿了魂 个人主义拿了魂 就把苏联 列宁缔造的这么一个党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就让他亡党亡国了 1991年12月25号苏联正式解体 这个时间距离撒切尔那个演讲 也只有一个月零七天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 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势力 不仅注意培养自己的接班人 而且特别注意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 培养自己的代理人 我十几岁的时候呢 我接受了这么一个说法 叫做党内的所谓路线斗争 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 在党内的反应 我十几岁的时候 听到这么一个说法 这个说法后来就像一个 理论思维框架一样 在我脑子里就扎下根了 你用这样的一个思维框架来理解 苏联解体 打什么呀 斗什么呀 斗什么呀 路线斗争 党内高层路线斗争 社会上阶级斗争 国际上的阶级斗争 国外的敌对势力 国外的敌对国家 西方的势力 要寻找他们的代理人 于是我们有的人 就当了人家的代理人 于是两个代理人 直接还你掐我 我掐你 最后 全死俏俏 苏联亡打亡国 所以李生平研究团队认为 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 必须发扬民主 必须加强党内监督 如果党内监督 监督得好 戈尔巴乔夫 叶利欣 怎么有机会就被国外敌对势力 这样策反 这样支持 这样联络 这样被人家培训 这样被人家调教 这样在关键的时刻 掌握了党和国家最高权力 最终 迎合了国外敌对势力的需要 让苏联解体 民主集中制 列宁同志创立的 这么一个原则 作为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 这件事太重要了 重要到什么程度 重要到我们现在回想起来 更觉得抗战前夕的时候 毛主席跟黄炎培谈话里面 那段话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黄炎培跟主席说 说一部历史 正代换成的也有 人王正希的也有 求荣取辱的也有 总之没能跳出七星也搏烟 七亡也呼烟的周期律 正代换成 你这政府懈怠了 刚开始就努力啊 懈怠换成 换就那些太监啊 不是生理医上的太监 是饭纸那些 只想吃香的喝辣的 嘶一口酒扒一口菜 过好日子 天天玩耍 吃喝嫖赌的这帮人 完了 那就正代换成了吗 完了 烟砸了 人王正希 能干那人走了 然后就彻底完蛋掉了 就要人王正希 求荣取辱 本来是说 你动机是好的 理想是好的 口号是好的 开始呢 动作可能也是好的 最后呢 自取其辱 最后的规律 都是七星也不言 七八也呼应 就刚开始还成 后来一天不如一天 一阵不如一阵 完了 这叫做历史周区律 毛主席说 我们找到了一个办法 一条新路 我们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民主在毛主席这怎么解释 毛主席说 让人民来监督政府 人民监督政府 政府不敢送信 人人起来负责 才不会人亡正希 毛主席的话 我们这大家都大家都首先 你现在仔细来想想 毛主席的原因是什么呀 人民监督政府啊 人民监督政府 政府不守监督 那还得了啊 为什么要监督你 不监督你 也就松懈啊 人人监督 你才不至于松懈 还有 人人起来负责 人人起来负责 那才不会人亡正希 毛主席的话 你现在想起来 这说到点上了 说到根本上了 毛主席关于人人起来负责的思想 对马克思主义 关于人民民主思想的发展 社会主义 政治民主的核心 根本目的就是人民当家做主啊 你最后把权力都落到 哥儿巴乔夫 这哥儿起个头上 那当然不行啊 但是如果用毛主席的说法 叫做人民起来负责 人人负责 那当然就不一样了嘛 可是怎么实现人人负责呢 这学问大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报告 苏联30年 30年亡党亡国这个教训 结论之一 一个重要的结论 就是要人人起来负责 人人起来负责 人民民主 民主集中制 全体党员不论职位高低 一律平等 均享有党章规定的 直接通过代表 间接的处理党内所有事务 其中包括 确定党的路线方程 政策的权利 不是有句话 叫 竟无一人是男儿 那如果按照毛主席 人人起来负责的 这样一个人民民主 专政的这样一个思考 民主集中制的这样一个体现 那怎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呢 人人起来负责 那怎么可能竟无一人是男儿呢 全党的大家权利都一样 全党 确定党的路线方程 政策权利啊 只要是从党的利益和工作出发 就要允许发表意见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从而在党内真正形成 敢说真话 畅所欲言的良好的氛围 就这样才能实现党内团结 才有了一个行动一致 那种压制不同意见 搞一言堂 这跟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是格格不入的 从苏联解体亡党亡国教育当中 我们能够总结出来经验很多 但是这一条经验 细细想来 很真切 很直接 值得我们好好的回味 好了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下期见